在婚後有沒有犧牲你的興趣 有啊 犧牲啊 其實我 我的想法 就跟那個老公講一樣 我有那麼不堪嗎 對 我該存的也都存啦 該賠的也都該賠啦 該賠吃飯 該給的 該做的 該付的 該存的 哪有那麼嚴重 但我後面其實就想到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要講的就是那婚姻 那個階段的問題 在還沒小孩之前 那我就是在玩我自己的東西 像我那時候我就愛玩戶外運動 那假日我就跟朋友出去玩 那我老婆就戶外在家裡 雖然她是個宅女 那個時候是個宅女 但是她還是超級不爽 好 那小代理你說當時這樣子 老婆很不爽 對 對 其實我就覺得我男生的 以男生的立場 可能一直都處在那種天人交戰之中 也就是說我出去玩的時候是很爽的 可是當我要 開始要回家那一刻 我覺得那心情有夠差的 是差到幾點 而且又有點恐懼 你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回家 你知不知道 因為你真的是一打開家門 就是你 那門一開的時候 那個聲音就出來了 對 你又跟他跑去哪裡 你整天你知道玩你自己的 那你都不知道在家裡陪我 你去玩就好了啦 永遠都不要再回來 什麼什麼 那個什麼話都出來了 小代後來回家 開門頭都是低的 因為那個拖鞋會飛過來 我根本就不敢回家 有過丟鞋嗎 沒有沒有 但是我跟真的都被罵的人 沒有一次例外 所以變成說那你那個心理負擔 對不起 那當老婆這樣標的時候 你是怎麼處理的 就不敢講話 對啊 那其實當然我不可能 每次都不敢講話 我還是會頂嘴 那就頂就是說 那我有找你出去玩喔 是你自己不去的喔 對啊 我都拍工人 我都拍工人 對啊 我要去打球 我也找你去打球 你也不去喔 我要跟朋友去爬山 你也不去喔 你打什麼球 那時候打籃球 打籃球帶老婆去要幹嘛 我去拍手 老婆去拍手 可能就像冰心講的 你可以 對 你的前夫講什麼 你可以在旁邊玩啊 太陽很大 那就找個輸贏躲啊 對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因為也有人的老婆會去看球 對 還是有人去 但我覺得 當然我一開始沒有辦法理解 然後我也很不諒解 那可是後面 我其實有才想想 就是說你確實在家裡 那我們一直在外面的時間 平常工作就沒陪 那你在假日的話 所以那個比例分配 是不是要分配 給他多一點時間 那生了小孩以後 那狀況有改善 當然在結婚 就是還沒小孩之前 我們是 我一直沒做到 我一次都沒做到 那可是有了小孩之後 我覺得男生就是男生 一開始小孩是小嬰兒的時候 那幾年我沒辦法 去好好的那個玩嘛 所以只好都陪著他 可是當小孩可以跟你玩了 我又開始野了 那我開始想說 我要帶我兒子幹嘛 所以我去買了獨木舟 獨木舟 帶我兒子去划船 對 我老婆怎麼可能會去划船 對不對 那我一開始把他冰在家裡 把他冰在家裡 他不去啊 我有邀他去啊 很誠心 每天邀請 然後他不去啊 對啊 那後面就算了 他就不爽了 好 那我開始喜歡 其實你帶小孩出去回來再看到 他的壓力不會那麼大 因為你有盜附小孩 不過那個臉色還是很難看 然後後面我開始喜歡釣魚 好 那其實我們講說 這也是興趣 但我們剛剛還有講到 這個被老婆抱怨 他有那個裝備問題 對不對 也許你看我覺得這老婆 其實一開始是很容忍 我滿支持他 老公買那百萬的重機 然後他也不吭聲 之後後面裝備一直買 那可能就太多了 不好意思 他那個重機 我相信應該是兩百萬 對 因為在袋口就一百萬 所以我很羨慕 我買幾萬塊的釣竿 是被鑿到天荒地老 對啊 他怎麼鑿 能夠講這個話都講 對 對啊 那為什麼釣竿要幾萬塊的 其實我覺得那兩三萬 四五萬就還很OK 那就像你高爾夫球桿 一根不去也就差不多 一隻也就差不多這個 對 我覺得有時候是人 比如說男生就有個夢 人家高爾夫球桿那麼貴 拿他打幾個生意就來了 賺的錢多少 你釣魚 去市場買比較便宜 也是這樣講 而且你釣的每一次都是無鍋魚 對啊 對 那我就覺得就是說 後面我帶小孩子去 那當然後面他也沒辦法跟去 那他就不高興了 再加上我的裝備一直換 就我覺得裝備一直換 就越買越好 所以你們如果買釣竿 會不會怕他知道 知道 怕他知道 一開始不怕 但是後面就怕了 然後後面就偷偷買 那偷偷買的結果 就會有某一次就忘記發票 拿 收起來 又被老婆 就是這個老公的狀況 所以我說很有感 對 你 小待你又去買釣竿 對 五萬 不小心去 沒有 你就又去買一個 什麼東西 這個拍子 因為我以前打桌球 桌球拍一買一萬塊 那他就瘋了 對 人家說你買那兩三百塊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去買一萬塊桌球 而且像這個老公 肯定是家裡的主要經濟支柱 所以這又分兩個 如果老婆賺得多 老公賺得少 然後你用這種重裝備 是一種狀況 所以如果說老公賺得多 老婆賺得少 所以他就說是尊重的問題 你知道嗎 他才可以講說是尊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後面 我們為什麼會慢慢 就一開始真的是 那個關係很緊張 就要每天罵罵罵 但後面我也覺得我應該收了 所以其實我變成 我本來每個禮拜去划船 去釣魚的什麼事情 就變成一個月一次 然後後面一個月一次之後 後面他還是不滿意 不滿意之後 就變成三個月一次 還是不爽 就變成半年一次 所以後面我的船買來之後 大概划了到現在划了 不到十次吧 已經買七八年 要不要轉讓一下 我之前 我之前也是想買獨木舟 被否決了 我現在心裡還在想 是啊 但我偶爾還是會玩 就是說真的就 可能就幾個月一次 不真的很想去這樣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會覺得老婆很難纏嗎 沒有不好纏的時候 對啊 現在我真的覺得 沒有好纏的時候 沒有好纏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覺得 所謂幸福美滿 真的都是我們必須要消去 部分的自己 對 就是兩邊才能合成一個圓 你知道我一個朋友 也是跟我一樣 很怕曬太陽 結果後來你知道 現在有那種臨時帳篷嗎 就像打開以後 可以人在裡面 又可以有殺的 後來他就這樣子帶著那個 去看他老公玩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有的時候 你犧牲一點 男人也會有感覺的 你就是你勉強自己 如果這是你這測試嗎 就是我願意這樣陪你 那你是不是也願意怎樣陪我 達到也讓我覺得幸福的地方 不要說我覺得真的是 如果說我們就完全做自己 下次老婆怕 怕熱又怕曬太陽 我們會帶個冰箱去 沒有 沒有 鄭大哥我知道 後面我們就這樣 他因為一開始就 我知道 那麼多年來都是宅女 那他就不喜歡那種戶外運動 不喜歡曬太陽什麼等等的 後面他就發展出一個這種 所謂的旅遊 開車旅遊模式 反正就坐在車子上吹著冷氣 一直開車 對 那也不錯 全家就可以聊天 對對對 就從頭開到玩 那所以我就當問獎 然後我就這樣開車 那有時候他就下來 他老婆開車 然後他在外面用跑的 沒有 他也不做這種事 反正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互相 想到對方 然後你要適度的減少 我相信這個老公 如果說不要去每一個賽事 中級的賽事都去參加 然後一個月裡面四個禮拜 那你有想過說 你太太可能也為婚姻犧牲很多嗎 有 所以他犧牲什麼 那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是雙新家庭 他反正他上班不見得比我輕鬆 這是實在話 對 我反而比他輕鬆 對 那所以說反正他也有賺他的錢 那我也賺我的錢 那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而且他上班時間也很長 那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他是閒在家裡的 只是說碎唸了一下而已 他有買什麼東西 讓你覺得浪費嗎 其實我 我覺得都浪費 對嘛 我都跟你講 對嘛 夫妻都認為對方買的 都是浪費啦 你買個一萬塊以上的包包 我就覺得是浪費 你買吊竿五萬 我都沒講話 而且你買那麼多 這就燒嗨 而且你買那麼多根 你一個人一根就好了 你那麼多根 因為我就覺得 你一個包包 你可以買很漂亮 但不見得要買 要三四萬五六萬的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